最新一期的幸福三重奏,三对夫妇在一起吃饭,大S在餐桌上大谈包虾乐,因为小的时候都是爸爸给包虾吃,现在想吃虾的话,就一定要让王小飞包虾给他。 大F说完后陈建并立刻拿起一个一下给奖琴敬包了起来,速度可谓之快,对于男生来说,随时随地应对女生们的拷问,真的是一项考验,明星也不例外,圈里有富之富的男明星在面对问题时是满满的求生欲,他们的回答可谓是教科书一般的答案,英才而问陈小春为什么好女孩还单身,陈小春秒回我不懂。 陈小春在娱乐圈释出了名的七寡言,夫妻俩参加一当综艺时秦兰来做客,吃饭间,不经意聊到秦兰的感情问题,英才而转身就问老公为什么秦兰这么好的女孩还单身,陈小春直接回应我不说我不懂,跟所有的女生都会保持距离,采访被问道歉女友哪一点要比英才而好。 陈小春集中甚至回答,广东话比他说的好,汪小飞最怕大S在家看甄嬛传,怕八招数用在自己身上,幸福三重奏,扶元矮。 曾问王小飞看大S在家看甄嬛传,担心他把那些对付宫女皇上的招数用在自己身上,为保命也不能让大S天天闷在家里。 郭京飞采访被问喜欢哪种声音,他的答案只有一个,老婆的声音演员郭京飞在接受采访,是被记者提问罗莉音,玉姐音,雷佳音,雷佳音,哪个声音更能聊到他。 郭京飞不假思索回答,是他老婆的音,记者继续追问老朋友雷佳音也不行吗? 郭京飞鸟回答他有意识的状态下,除了老婆的声音别人的都不在意,一颗红心,始至不居,杜佳的钱一直交给霍斯燕保管,他的生命中就没有我的钱这三个字。 著名爱妻杜佳先生,对老婆霍斯燕的好事大家有目共睹的,但偶尔也有犯错误的时候,两人结婚纪念日他就忘记过。 当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责,更多的是害怕,可见二人家庭地位,霍斯燕在参加节目时说过家里的钱,一直是归他保管,杜佳从来不会在他面前说,我的钱你花,因为他知道我的钱,这三个字就是错的。 原红被问张欣义素颜如何机智回答惊为天人,还是那么漂亮娱乐圈,一脾气大著称的除了英才二。 还有一位就是张欣义,两人接受采访时,记者要求他们形容一下彼此的素颜,原红直言不讳的书刊多了也就那样。 张欣义在一旁,立马来了个眼神伤,吓得原红匆忙改口,惊为天人,没什么变化,还是那么美丽动弦。 求生欲满满,邱慈轩将于小光在许愿树上许愿,于小光机智回答有他就没有什么心愿了。 邱慈轩与小光,虽是跨国夫妇有时和语言不通,但两人是出了名,爱爱夫妻,一次出去游玩时邱慈轩看到了许愿树,转身将于小光把愿望写下来挂在树上,心愿就可以实现。 于小光说已经取得世界上最好的老婆就没有什么心愿了,土味情话是信手捏来。 自然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